我 怎麼了 鳳老師 謝謝你 親愛的朋友們 羅曼之光二零二零年 鳳流青粉絲見面會 正式開始 讓我們有請 羅曼之光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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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幸運嘉賓 田菊 接下來請大家欣賞 田菊同學為大家帶來他的漫畫 星海薔薇 欲言之事怎麼在她身上 你看過吧 你看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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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水平中心 我 那 那 那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 我的漫畫吧 那個 星海薔薇是距離地球幾千億光年 之外的一顆星球 這是你閨蜜嗎 對啊 代號為星海零一九的反派 為了偷走星海薔薇上 最重要的寶物 預言之石 他偷走了之後呢 就來到了地球 然後呢 代號為星海零零二的男主角 就被派到了地球上去抓他 他怎麼知道星海薔薇的事 這個漫畫不是硬可幻 其實是少女漫 什麼就是 很浪漫很浪漫的那種 這雖然設定複雜了一點 但是吧 這畫的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 不是少女漫嗎 怎麼磨蹟半天 還沒看見女主角呢 他 都零二零二年了 你這畫的是啥呀 我也知道我畫得不好 所以我才會想要來求鳳老師 讓他幫我指導一下 我不是不尊重鳳老師 我就是 抗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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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抗議!抗 你叫田菊 對嗎 你叫田菊 對嗎 很好 我記住了 不過我有幾個問題 想先弄清楚 不過我有幾個問題 想先弄清楚 你這個故事的創意 是怎麼來的 這就是很小的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就一直想要畫一個故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很想畫一個 關於外星人的故事 我知道挺俗的 很多人都畫過 但是我 這個漫畫的名字 又是怎麼來的 星海薔薇 你為什麼會給你的漫畫 起這個名字 沒有為什麼呀 就是覺得好聽啊 那故事的男一號 星海零零二號 也是你自己想的 當然 富 富老師 你是覺得我抄襲嗎 我 我沒有 這個真的是我自己想的 這樣吧 如果你方便的話 去後台的休息室等我 我對你的漫畫很感興趣 想和你好好地交流一下 好吧 這 這真的嗎 這麼多人在現場 我怎麼可能騙你了 你願意嗎 當然 願意 那你去後台的休息室等我 等活動結束之後 我去找你 那好 怎麼了 鳳老師 謝謝你 不用謝 一會兒見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也許是同一個故事 什麼意思啊 田覺雖然傻 但他也不至於抄襲啊 也許還有個可能性吧 下次見面 我想聽你唱歌 我喜歡 那些人 眾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